房屋即将挂牌却需要大修怎么办 当你的房子在准备挂牌时需要大量的维修 这可能会让你感到不知所措 房产经纪人可能会给到一些建议 告诉你哪些维修是值得的 如果这些维修不会影响房屋的卖价 那就没必要在房产上投入大量金钱 可以联系承包商和其他行业人士 让他们给你报价并提出真正必要的维修意见 如果你认为房子需要进行许多维修 房产经纪人可以提供一些专业的意见 提出哪些维修可能增加房屋的价值 哪些则不会 如果你的预算有限 房产经纪人可以告诉你在不进行维修的情况下 房屋的价值 然后你可以决定是否在不完成这些维修的情况下出售 在准备出售房屋时做出明智的维修决策 这不仅涉及到财务的考虑 还涉及时间和资源的投入 倾听专业的意见 评估投资与回报 从来做出符合你情况的决定